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穿过倔强的模样 我又凭着黑夜里的光 会谈你去唱歌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不忘痴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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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哥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还不速速回头 好 随我等龟巢请罪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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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长安可真热闹 比咱草原可有趣多了 你所看见的不一定是事实 这眼前的反射未必能长久 好 怎么办 郎杰 郎杰 快 让开 啊 让开 小心 没长眼哪 你们这些官差就这么横行霸道吗 好大的胆子 我看你活腻了吧 不宜多事 走 走 太子府的人 都是这么横行霸道的吗 也就是太子府兵子 这 郎君 笑 笑得眼妆 求郎 郎君饶命 还不快滚 是 快走 你们没事吧 胆子不小嘛 还敢打太子府的人 不过冰藏无礼在先 就先不定你们的罪 下次可没那么走远了 去 快走 要是这个少年不出现 我一定把那几个冰草打得满地找牙 别忘了我们来长安的目的 切勿音小时代 是 不过冰藏无礼在哪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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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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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世勒布的使者突然不请自来 如今已经到了长安 草原上的人要来啊 他们来长安做什么 虽说是来世 可一来就提出要求切磋促居 谁都知道这只是个托词 来跟我们比促居 这回可有好戏看了 长哥 你皇祖父刚起事的时候 曾经答应与阿世勒布议婚 虽说当时是权益之计 可如今乌城正在打仗 而宫中士林女子屈指可数 我担心的是 此次他们来回就是重提 阿娘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皇帝了 他们自己都未必记得了 你也太过担心了 长哥啊 你还想 很多事情啊还是不知道为好 阿娘不求别的什么 只希望你平安顺遂 在长安城里 一时无忧地生活着 一时无忧地生活着 夫人 您不是要找殿下吗 殿下此刻回来了 阿娘 您要找阿爷 想必 殿下刚回来应该不得空 我一会儿再去吧 诚哥 你先回房里乖乖待着 不要再惹你阿爷不高兴了 三娘 我阿娘 她不是一向都不愿意见阿爷吗 为何又想要见她 这儿 看来这老二真的要骑到孤头上来了 大哥 真的是不能再惹了 我们得抓紧应付 回书房再说 长河 手下在 派人盯紧洪一宫 若秦王有任何风吹草动 立刻向孤汇报 是 大哥 不能再等了 这个老二 阿姐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不喜欢来孤这个地方吗 是 殿下 妾听闻阿世勒部的使者 突然来到长安 若明日他们问起和亲的事情 此事是当年阿爷定的 孤如何能定夺 苗塘之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吧 是 这是 这是 妾给殿下的点心 你来 就没别的事情了 妾 无事 好 无事 但是以后就少来谷这个地方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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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找 你 找 好 走 看 你 去 老爷 这么胆小 到现在还会被吓到 要是以后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怎么办啊 昌哥 你真是越来越坏了 走吧 我带你去见你的如意郎君 我哪有什么如意郎君啊 听说近日为书彧在球场促居 你就不想去看看 书彧哥 我去看他做什么 自早些年 书彧把你从河里捞上来之后 你每次见到他都会联合 六爷 六爷 你没事吧 你当我是瞎子呀 对了 这个给你 这么丑啊 这是个什么 我为了弄这个手都扎破了 你还嫌丑 那算了 丑是丑了点 不过我喜欢 我看看 哪里扎破了 没事了 快走吧 不然一会儿比完了 对了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 这个 是我从司里求来的平安符 一个是给你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是给书彧哥哥的 你自己亲自去求的 你就亲自给他呀 来 再把这个带上 这个是要做什么 为了不让你被人认出来 我得保护你啊 那你怎么办 你见我怕过去 走吧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呀 你不要失败亲我啊 我 你没有跟我奉手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了 不要杀我呀 不要杀我 求求你了 不要啊 不要杀我啊 我没有出败亲王 我没出败亲王的 你不能够出饶命啊 我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呀 别 求求你了 快走 走 走 露燕 这个浩都绝非善累 以后离他远点 不要靠近他 我以前听书彧哥哥说过 说他这个人非要冷血 先不管这事了 我们先去给书彧助威吧 走 走 来 场地很大 谢谢 好 神让 快冲啊 过身符 过身符 过身符没了 啊 想来是刚刚跑来的石锅丢了 笑呀 笑呀 把这给他吧 不行 这是给你的 我们俩天天见面 你到时候去庙里求一百个都能收下 拿着 但是除了这次 你什么时候还能再见他呀 好 好 你看 回去 你怎么会有这个 慢慢来 啊 啊 啊 你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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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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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听一听 长哥 看现在的军练 好像对我们不利 这场就万万不能输 若输了 我们大军的尸击 必将会受到影响 是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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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大唐十四朝 阿世多父十六朝 一二一 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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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 奶 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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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太子 可不要小看了这把断刀啊 此刀销铜断铁 斩金结玉 杀人无声 太子 要不要亲自试试 使者还真是风趣啊 我看这簇鞠就像两军对垒 比的是勇气 武力和兵日 我看这大唐的囚手已是强弩之末 胜负已定了 没什么可看的 熟胜熟腹还未可知 使者 当众口出狂言 就不怕一会儿 面上无光的是你吗 你 我二弟啊 想来骄纵 说话不知分寸 使者啊 切莫与他一般见识 此刀如此之锋利 莫不如我们做个彩头 奖赏于勇士如何 早闻秦王弃搏云天 今日一见哪 也不过是伶牙俐齿 还是太子识得大体 唐皇和太子也都有意修好 当年唐皇曾答应与阿师乐部和亲 不如借此机会 将此事定下来如何 什么 那是哪位王爷家的小娘子啊 小郎君 这伤得不轻啊 还需慢慢调压 小郎君万万不可 今日之战 有关我大唐茗玉 我又怎可临阵脱逃 如此之怕 日后会落下病根啊 小郎君 先生 我自小体格健壮 无碍 叔爷哥哥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很疼啊 仙主 小伤而已 担心什么 你看都已经好了 啊 这是平安符 给你的 若是我能早些给你 你就不会受伤了 谢了啊 我 我促去扶呢 嗯 嗯 来吧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敢上场送死 连谁都一样 干他 别理他们 到时候你们两个 别理 怎么办 我只要 赢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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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行者 有意思 嗯 对 你 有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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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你这衣裳装好看啊 是啊 我挑了许酒呢 别怕 别怕 这里都没有 这就是 他在不行ira monde Certain人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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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使劲大唐十八仇 阿世勒布十七仇 大唐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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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长哥 除了他 还有谁能把那帮草原人耍得团团拽 县主 属下奉秦王殿下之命 送县主即可回府 阿 阿爷怎么会知道 阿爷 属下只是奉命行事 好 乐颜 秦王学你回去定有要事 你先回去 长哥那边我来帮你说 我 别怕 定可是陷阱 好 这个好 刚才不错啊 好 大堂既然得胜 这宝刀便归于你们 一会儿 就把死刀赐予那个小子吧 是 谁哭了 使者留步 不 方才使者提到修好之事 此事还须从长计议呀 方才台上那位小娘子 确实是我大堂的掌上明珠 使者 可否一步到东宫一叙 你我仔细商谈此事如何 之后 太子竟然有如此诚意 那我便确知不恭了 可真虚意 这人说我 这人才能为了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不错 刚才谢谢你啊 这居球重得很 要是真的砸中那小孩 后果不堪设想 也这样吧 古话说得好 此乃虽败犹容 你是不是听不懂汉话呀 听得懂 这么小气 迎球那小的 我 对 过来啊 怎么了 太子令 阿什勒布所献宝刀一柄 自语 哎呀 这个时候还戴着面具 成何体统 还不报上名来 哎呀 你也不够认我 那是我的 我会有点 我会让你赢到什么 你都会找到我 有点儿子 我一直在想要你 我会让你找到什么 我会让你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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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心实力参见孙特勤 孙特勤今日为何来了兴致 亲自入场聪居啊 验一验他们的身手 如何 若是在沙场 他们早已全军附队 不过倒是后来入场那小子 还算激励 不知是什么来头 东宫的人 关节应在八坪一声 孙特勤果然无所不知 说起来 今日一提到和亲之事 那李建成果然上钩了 不过此事 大可汗那边可要提前知会一声 不必了 如此急于求和 看来大唐兵力确实空虚 大可汗不必顾问 使团本定于明日启程离开长安 可要变更行程 不 如期出城 如期出城 二叔 疼死了二叔 快放手 这货轨 还嫌借电风头出的不够 又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 叔父 永宁近日前来是有礼物要送给叔父 礼物 拿出来看看 这是您刚刚迎来的 怎就舍得送予我 永宁自七八岁上 便随叔父一同骑马链剑 蒙叔父授予我武艺兵法 今日才得以披甲上阵 居成一战 永宁自私无以为报 既然这把短刀是永宁亲自迎来的 自当是要送给叔父 小永宁终究是长大了 今日你触类旁通 以兵法为救手排兵布阵 做得不错 果然好斗 多怪这衣服不好 若不是因为这衣服的话 我定能赢得叔父 非也 方才那一招疏漏 本就是我留下的诱饵 你急于求胜 便落入了陷阱 可是叔父本身就比我强 如若我不咬朱山击击弓的话 那我如何才能取胜 强者弓 弱者手 若是力不如人 就只能韬光养晦 才能等到成长壮大 反守为弓之际 那得多憋屈 这便是弱者手的代价 虽难受 但不得不受 如此才能存活下来 蛰伏图强 不管是一人还是天下 接近如此 诚哥 你要记住 好 我记住的叔父 好了 先回去吧 二叔还有别的事要忙 好 那我改日再来探望二叔 诚哥 回去替我向你阿娘们生好 好嘞 殿下 殿下 恕臣来迟 这几日 身后的尾巴 实在太多了 诚哥 最后的尾巴 阿姨安好 今日 球场上的那个小子是你吧 我不是有一船到球场上面去的 只是当时局势对我不太令 所以 昂哥才不得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缅起你的身影 关进我眷恋的梦里 在天明之间 年年之间 连连流动着思念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在你我之间 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世间 在不同世间 我在远远思念成劫 刹那跌跌深夜 变成了永远 夜空里的剑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在你我之间 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世间 在不同世间 我在远远思念成劫 照那跌跌深夜 变成了永远 夜空里的剑 不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